在汉城,韩国总统胡正希今天特别致散花篮祝贺中华民国建国六十年国庆日 庆祝国庆大会是由我国驻韩国大使罗一德主持 他在致辞的时候希望全体侨胞能够尊奉总统所指示的庄敬自强,处变不惊 参加庆祝大会的侨胞跟学生们一共有一千多人 在大会中并且致殿总统致敬 同时侨领们纷纷致辞热烈庆祝建国六十年 全体侨胞并且在大会中高呼中华民国万岁,蒋总统万岁,气氛非常热烈 中华民国大使馆也是齐海漂洋 邮共了保留 孙皇 郁村 玉 我 感谢观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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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感谢观看